阿諾哈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又回到我們喵咪打戰爭時間啦 好 那我們今天繼續來玩一下 我們日版的帳號囉 那昨天是打了我們超遠工具的Archer嘛 也是我們紅A 那今天又出了一個新的 那個就是我們的襲來關卡喔 那今天他好像每天都會出一些新的襲來 應該就是我們那些從者的關卡啦 所以他打贏的話就可以取得一些獎勵 那基本上哲平日版的話呢 應該是先打一星的關卡給大家看喔 那哲平的那個台版出來之後呢 25號台版出來之後 哲平會再拍我們三星關卡 或是一些關卡的介紹給大家看囉 所以這邊的話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這些角色可以用哪些 就是我們基礎貓貓陣型來打贏喔 應該還算是不錯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雞豆 什麼什麼襲來 好 那這個關卡的話應該也是兩個關卡 那應該初級關卡都還滿簡單的 但是第二個關卡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難一點點就跟昨天一樣喔 那這的話是我們鮮血的神殿的發動 那鮮血的神殿的話 我忘記是哪一隻腳火的寶具了啦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是哪一個從者 那基本上我們昨天那個無限劍這個關卡 就是我們紅A的寶具啦 那基本上今天那個鮮血之陣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到底是誰吧 好 那我們這邊一樣的話呢 就先用我們的基礎貓貓陣型來看一下 基礎貓貓陣型在那邊打贏我們這個初級關卡 基本上昨天的話我們紅A的關卡 是能夠用我們基礎貓貓陣型來打贏 所以這個關卡的話應該也不會太難啦 鮮血的神殿應該也不會那麼困難喔 好 我們就用我們這套隊伍來打一下 我們鮮血的神殿的發動 初級 LOS GO 噢噢噢 uh 那不知道今天的話會是哪一個從者咧 基本上的話 ...鮮血神殿的感覺應該是 我們那個RIDER吧 就是那個戴上我們紅色的眼罩那隻角色 應該是他喔 應該是他沒錯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欸.... 看這個塔的話我 應該是 因為他這邊架著那個馬的感覺 所以應該是RIDER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這關卡一開始出現我們三人州 再加上我們一隻羌眶眶 還有我們三人州 所以應該也是不用那麼緊張喔 應該我看一下 搞不好場景入夢又可以把牠給KO 應該是沒有問題囉 那這關的話是RIDAR的話 就看一下RIDAR的攻擊範圍到底是多寡 因為昨天的話 那個Archer的攻擊範圍真的是超級無敵遠遠 但我都嚇到了 而且連牙王出來都還是會被射死了 所以沒有那麼簡單 好 這邊的話除了我們羊羊出來之後呢 還有我們的企鵝再加上我們散燈充 創卡之後呢 果然就是RIDAR沒問題 那這邊感覺它的攻擊距離應該沒有特別遠 但是就是一個丟鉤子的感覺喔 那就像近距離攻擊 喔 被打到的那個角色的話是會時間暫停的喔 所以這邊要比較小心一點點 如果被打到的話是會暫停的囉 好 那這關如果沒有像昨天這麼特點攻擊的話呢 那應該是可以用牙王來解決啦 但是感覺這關的話呢 要打到我們就是RIDAR也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它會讓我們角色暫停喔 而且它是半圍的暫停的勒 所以這邊的話是盡可能大家可能要帶一些 就是我們遠攻距離貓貓來打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那我們就派上我們Yuji 不過沒關係 這邊的話 場景路貓好像還是可以把RIDAR給轟掉沒有問題 那這邊的後面還有出我們一隻蝶蝶啦 所以這邊的話還有一隻飛蛾 所以大家比較小心一點點 但是這邊初級關卡的話 一樣派上我們的那個場景路貓 就沒有問題囉 那基本上哲平這邊的基礎貓貓陣型的等級的話 基本上都是十幾等而已 所以大家應該是推的過去囉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就用我們的基礎貓貓陣型 來打一下我們超級難的鮮血神殿的發動看一下 因為這關的話感覺沒有那麼的難的感覺 因為他是基本上就是一個就是打到我們會時間暫停的角色啦 那基本上如果沒有像昨天那個紅A 那個遠攻距離的話應該是還好喔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這關一開始會出現什麼喔 因為像昨天的紅A一開始會出現我們紅色犀牛嘛 然後後面的話是出現我們天使敵人 那這關的話呢 是出現我們紅色敵人的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我們那個關卡來配置 配上那個帶上我們紅色敵人 打我們紅色敵人為主的關卡的那個隊伍應該會不錯喔 好 這邊的話除了我們的紅色豬豬還有我們紅色海豹以外呢 還是除了我們一隻紅色豬豬王 那這邊的話可能就要先疊一些比較厲害的貓貓 比如說龍貓啊 或是我們一些就是遠攻距離貓貓 先把牠們打死 先疊起來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那就是努力的一直出一直出就對了 這邊感覺豬豬會把我們給車爆欸 不過這邊的話我們是順利的把海豹給解決了 那就繼續疊我們龍貓喔 疊遠攻距離貓貓來打牠應該是沒問題的啦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海豬豬跟豬豬在連出 好 這邊豬豬也被我們打後面去了 但是這邊的話經濟有點不太足啦 所以就是要盡可能把我們豬豬或是把我們海豹給打爆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哲平這隻日本的帳號的話來說 就是我們的那個小盾牌是太少了 因為我們這邊第三隻的盾牌 就是直接變成我們的那個就是戰鬥貓喔 這樣其實就是耗費有點大喔 因為他戰鬥貓一隻要300多塊其實很對喔 這邊的話可能要帶上一些小龍貓貓貓 或是我們一些狂亂小龍貓貓貓會比較好打一點點 好 這邊的話順利的把我們海豹給解決 別又可以再叫我們龍貓 那新手打法的話大概就是叫出更多的龍貓 跟更多的腿貓 用這些遠攻距離貓貓來打他們應該就不錯囉 那目前前面感覺是還可以扛啦 但是後面如果出現我們的RIDAR的話就不知道囉 好 這邊是順利的把我們紅色豬豬貓給解決的 也把我們紅色豬豬給解決的 反正我們就是一直出我們的這個龍貓陣型 跟我們的就是腿貓陣型應該就可以囉 那努力點起來 然後就可以打我們的RIDAR 但是RIDAR這邊的話呢 是打到會讓我們時間暫停的 哇 這邊出來了一隻尋怒 那尋怒的話可能就沒有那麼好打 因為尋怒的話感覺也是滿悍的囉 而且這邊RIDAR如果打得到我們龍貓的話 我們應該就要say goodbye了 就是玩玩真的也要say goodbye的那種感覺喔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就是我們紅色敵人的大本營喔 所以大家可以針對我們那個紅色敵人 來帶一些就是針對的貓貓 比如說我們打紅色部隊的二號機啊 或是一些角色都沒有問題喔 好 這邊的話就是努力一直出 如果我們疊這麼多遠攻距離貓貓都還沒辦法打贏他的話 那代表我們這次的新手賬號也是沒辦法跟他解決 而且感覺我們目前喔 半下都沒有打到我們RIDAR的感覺 所以這邊感覺沒有那麼好打 而且這邊除了我們尋怒以外還有我們的海踏喔 那海踏後面還有繼續出我們紅色的小蛇 跟我們紅色的豬豬王 那紅色的小敵人跟我們殺人中的話 大概就是我們經濟作物啦 但是這邊感覺我們的尋怒感覺打不死 而且這邊是兩隻尋怒再加上兩隻的海踏 感覺應該是沒有辦法打死他喔 而且我覺得這關的話呢 就算換上黃咒羊王 搞不好也有可能會敗陣的感覺 因為這邊尋怒跟我們海踏感覺沒有那麼好打喔 哇塞 好 我們這邊基礎汪汪陣型 果然是沒有辦法打贏我們超級難關卡 待會的話應該還是要換上我們牙王的隊伍 來教訓教訓我們RIDAR 來看一下能不能用牙王的隊伍 哇塞 這邊如果不趕快打死的話 還會出現我們第三隻的尋怒 所以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們只能叫出我們牙王囉 好 那我們這次的話 直接叫出我們牙王的隊伍喔 那基本上一開始的話 要扛住的是我們紅色的敵人的傷害 那只要把他們解決掉之後呢 就可以慢慢存錢進叫出牙王的出來喔 那這關的話感覺後面還有我們海踏 再加上我們的尋怒 牙王這關能不能打贏也不知道喔 所以要看一下 到底能不能順利的解決他們囉 好 這邊的話我們紅色的海豹 跟我們紅色的豬豬是過來了 這邊的話 可以先用我們的小貓先扛住 然後待會的話可以先叫一下我們第五貓 因為目前來說 哲平這套隊伍的話呢 輸出是我們的超級貓貓沒有錯 但是如果要撐到我們超級貓貓過來的話 絕對是需要一大筆錢的喔 但是這邊的話 如果沒有辦法在那之前先把他們給解決的話 就沒有更多的錢了 OK 這邊的話感覺是可以 第五貓感覺很OK啦 所以大家如果有抽到迪偶貓的話 感覺一開始用我們的迪偶貓也是不錯喔 好 這邊先用迪偶貓 把我們的錢打到我們六千塊之後呢 再出我們牙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好 這邊快要到六千塊了 直接叫出我們的黃獸牙王 主角登場 這邊是對我們優屬性敵人超大傷害的 所以應該是可以直接把我們紅色的敵人給打掉 但是這邊的話還是可能不要打那麼快 那待會的話是會出現我們很多的海踏 再加上我們那個巡路的 所以這邊的話不知道黃獸可會扛得住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也叫出一隻貓歐好了 我們最完美的陣型來打一波囉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們迪偶貓是碰塔之後呢 出現我們第一隻的巡路 還有我們第一隻的海踏喔 那 基本上第一隻的巡路跟海踏的話 應該是還好 但是接下來的話會出現更多隻喔 基本上一段時間就會出一隻的感覺 好 這邊我感覺牙王應該是沒有問題喔 一打就一下KB了 感覺是OK的 好 這邊直接把我們的那個海踏也K掉 所以這關的話我覺得牙王是沒有問題啦 而且基本上我們那個RIDAR是打不到我們牙王的 不像昨天的那個阿卡 直接射爆我們牙王喔 其實非常可怕 哇 這邊的話呢 但是我們的那個RIDAR是打到我們的就是 呃 貓俠的 所以要比較小心一點點啦 OK 沒問題 這邊的話呢 就繼續這樣打下去 反正這關的話就是會出我們的海踏 再加上我們的巡路 所以大家要比較小心一點點 盡量用一些遠工具的貓貓來打 而且你被我們的那個RIDAR打到的話 還會就是暫停啦 所以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 那這關會不斷的一直出我們紅色的敵人 所以如果你對紅色的敵人有點難抗拒的話 可以帶一些對於紅色的敵人一擊坎克 比如說大鎚哥哥應該不錯 那這關就是比較麻煩 就是巡路再加上海踏 可能就是沒辦法對於新手 有那麼的簡單的攻略方法喔 這邊的話可能就要帶一些遠工具的輸出 好 這邊牙王的話呢 感覺也是被打到暫停了 哇塞 尷尬尷尬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果然還是會被暫停啦 那可能沒有那麼簡單啦 我們還是叫一下古龍好了喔 古龍出沒喔 古龍這邊趕快打 因為目前來說已經出了更多隻我們的巡路了 這邊盡可能要趕快把我們的RIDAR給打死 但是感覺RIDAR好像這關 也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耶 感覺這關最麻煩的大概是我們的巡路囉 好 這邊看我們的古龍發炮喔 看一下能不能把巡路給打爆 好 這邊的話 古龍發炮直接把我們兩隻巡路給打爆之後呢 應該就會變比較好打一點點喔 那巡路目前來說的話是只有出三隻啦 所以本關的話應該只會出我們三隻巡路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非常好囉 好 這邊的話是順利的把我們RIDAR 也打死了 那這關卡的話呢 只會出我們三隻巡路 但是我們海他會一直出的 所以大家比較小心一點點啦 那盡量就是帶多一點遠攻巡猿貓 來打他就沒問題 因為RIDAR的話對近攻擊的一些角色 比如說我們盾牌那些角色來說的話呢 會讓他們就是攻擊的時候 會讓他們就是暫停的喔 所以這邊他比較小心一點點 所以還是建議帶一些就是 比較遠攻巡猿貓來打他們 因為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好 這邊順利的取得 我們先寫神殿巴弄的關卡的神力啦 好 那這個關卡的話 一樣也是有三個星級的關卡喔 那第三個星級的難度的關卡的話 這邊會在台版的時候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每一天好像都有不同的從者啦 所以大家可以打打看喔 目前昨天的話是打我們RIDAR 今天是打了我們RIDAR 那明天的話就不知道會打誰了 來看一下 基本上好像有蠻多的關卡的 對 這邊的話好像有 1 2 3 4 5 5大關 基本上就是有我們的那個 槍職 還有我們的弓職 還有劍職 還有我們就是剛剛那個騎職的那個 就是關卡有5個大關卡喔 所以大家都可以有打打看囉 好 那基本上這個是日本版本 台灣版本的話基本上是在我們2月25號 已經快要跟大家見面了 所以大家可以再等待一段時間喔 那記得一開始的話 貓咪罐頭先不要抽掉 因為基本上 現在有750半價的話 但是他還是沒有罐頭必中的 所以大家不要那麼緊張喔 等到我們有必中的時候 再來抽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那如果大家對於我們這個關卡 有一些問題 或是一些好打的方法 或簡單的攻略方法的話呢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分享給哲平 或是分享到分享到分享的小辣椒們囉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喜歡 多喜歡哲平頻道 開按鈴唷 那你喜歡的小鈴鐺就不會出過哲平影片啦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~~